武漢肺炎疫情在日本持续恶化 被害到先前因为确诊与死亡人数激增 率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上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时表示 应该尽快修法 做好法院依据 来因应之后可能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参议院在来年度予算案的審議が始まり 安倍在上周六才表示将动用超过2700亿日元的预备金 协助中小型企业应对相关的财务缺口 并在10天内制定第二轮的疫情因应对策 今天也是日本高中以下学校全面停课的第一天 安倍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 绝不能让疫情在学校爆发